爺爺在我心目中是一個很慈祥的人 亦是他教我們很多人生的道理 我小時候已經聽他說 叫我們做人要勤奮 做不到第一次做第二次 第三次都失敗都要繼續做 總有一次會成功 他爺爺是誰 就是銀河娛樂主席呂志和 呂志和家族一向低調 神秘第三代的呂嘉盈 是呂耀東大女 近年在澳門銀行任職 第一個大項目 就是即將開幕的咖啡館茶杯 澳門有兩大女的餐廳 一些很fine dining的餐廳 和一些很地道 local的餐廳 我自己比較喜歡吃些 casual的東西 也是健康的東西 就發現澳門沒有這個市場 或者是少 如果自己有機會開餐廳的話 我一定會做一間這樣casual dining的餐廳 開咖啡 原來和爺爺喜歡喝茶有關 因為小時候吃完飯 家人聚在一起吃完飯 都會有喝茶這個習慣 是我們家整家人都是喝的 我媽媽經常會找一些很新奇趣怪的茶 給我們試 每一次喝一杯茶 或者吃一個東西 我都會拿起碟 然後反轉它 看看是甚麼牌子 不要以為千金小姐不用做 家族傳統都是要由低做起的 我在Grand High 做了君嶼酒店 做了四五年 我其實一進去就是做front office 我想圖一兩年都沒有 就是我不知道的 因為我是真的自己去apply 其實我是有少許故意不去 去投羅身份 因為學的東西 見的東西真的會很不同 在酒店做的那四年 其實教我的東西是最多的 可能我之前是一個很好的老闆 會罵我 我不是一個很容易哭的人 富三代壓力一定很大? 一定有的 其實做每個人的子女都有壓力 好像爸爸這樣說 做好自己本分 做一個好人 對得住良心 其實你是誰的後代都沒問題 至於有沒有拍拖? 可以不說嗎? 我們可以下次再說 聽說原來她已經定了婚 下年結婚了